36. 文匯報 學額1.9萬多院校統一修生土木工程 最受歡迎平均19人增一學位 2015年7月9日文匯教育A27文憑市放榜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鄭依莎 文憑市下週三放榜 職業訓練局今年將提供1.9萬個學額公同學申請 並開放多所院校進行統一修生計劃 職場安排申請人面試及通知取錄結果 職份局專業教育顧問任映善表示 去年自知學士課程修生平均分為文憑市十七分 職口獲五科四四三三三成績 高級文憑課程的修生平均分則為十四分 應屆申請人可以此作參考 另外 目前最受歡迎的學位課程為土木工程 平均十九人競爭一個學位 職份局副執行幹事梁任成作聯同職份局專業教育顧問任映善語 與傳媒查編,講解今年的招生安排 今年 將繼續開放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安排 青衣,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愛和香港資專設計學院 又放榜當天起至本月二十日進行統一收生計劃 公民憑市考生報讀課程 涉及共1.9萬個學額 梁任成表示,雖然今年中學畢業生人數減少 但 已有4萬人申請報讀 人數如去年同期相約 3萬考生獲有條件取錄即分局專業教育顧問任映善補充指 早前 已有餘3萬名考生獲有條件取錄 若成績符合要求,將獲正式取錄通知 他又提醒未報名的考生 可再放榜後到上述分校報名 校方會根據申請人的文憑市成績、面試表現等考慮取錄 屆時會安排職場面事及於當天通知取錄結果 自資學士須考獲5科44333 據校方統計 去年自資學士課程收生平均分為文憑市17分 即考獲5科44333 高級文憑課程的收生平均分則為14分 去年有高級文憑課程的學生分數高達24分 梁任成指 去年有與九成的高級文憑畢業生就業 平均月薪達1.2萬元 其中有投身金融行業的畢業生高達1.8萬元 課程方面,目前以土木工程學位課程最受歡迎 平均19人競爭1個學位 其他如專業會計、醫療護理學位課程也有約16人 增1個學位 至於高級文憑、社工及處藝競爭軍較為激烈 多達13人至15人增1個學位 設家長等校區供家長使用 V.T.C. 近年在部分校開設家長等校區 供陪同考生到場的家長使用 梁任成透露,近年不少心急家長錯誤定 因緊張子女的面試表現而離開等校區 走道正進行面試的禮堂玻璃門外 他們的臉甲機附緊貼伏迷 想聽聽子女表現如何 緊張心情表露無遺 他指,以往近幾個有類似舉動的心急家長 但近年已增至幾十人 可見家長也越來越緊張 就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日前向教育局提交報告 建議透過多項策略推廣職業教育 梁任成指V.T.C. 會積極配合 並繼續完善職教課程的升學階替 不過,他坦然如何扭轉家長使職教為次選的觀念 仍需各界努力 他又指,新學年有約300個學士學位列入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透過Jupus成功報讀的學生將獲政府資助4萬元至7萬元不等 中文字幕提交報告 中文字幕提交報告 取緣地道